从小听江南长大 终于是让我走到了江南 跟我一起出发 江南水乡乌镇 这一次我们就住在乌镇最美的西榨附近 一下计程车 街道上就已经有很浓厚的骨味 看窗外看出去 真的很有那种中国山水化的感觉 就是有洋流还有一些骨镇 我们在乌镇的第一站要吃大众点评 去年五颗新的小镇映像餐厅 这个东坡肉真的是意外的超爆好吃 因为我在台湾完全不吃这个 看看这个光泽 不知道是东坡肉比较香 还是东坡的湿比较眷勇呢 乌镇有东西南北榨 东榨跟最美的西榨都是要入门票的 南北榨是免费参观 也是当地人口中的老乌镇 比起较为商业化的东西榨 更保留了原市井生活的面貌 都来到乌镇了 那就让自己完全渗透进 这江南水乡的各种画面吧 其实步行在任何一处 都能拍出唐诗般的场景 像是这一侧免费的网红打卡拍摄点 就仿佛是一幅油画 天哪 这个颜色是怎么回事啊 在这里拍几张照 让自己也成为画的一部分 今天的天色有一点阴 但没这么热 又带点明蒙七夕的乌镇 好像更有味道了 旁边全部种柳树耶 有没有觉得好像就是 走进唐诗三百首里面的画面一样 垃圾桶先忽略 走着走着就快要下雨了 我们决定找间咖啡店坐下来 享受一下闲静的午后 我在这里点了一杯白月光 当不成白月光 那我点来喝总可以吧 超爆多人的 晚上还有表演 大雨过后 让我们趁着天色变暗之前 赶紧进入西架景区 这样才能收获天转黑的模样 西架景区的门票 一个人大约是一百出头人民币 但是为了拍摄 我们又花了四百八十元人民币 包了一整艘船 也能省去排队的时间 搭船是单程的 时间大约不到半个小时 我要走入那个宫廷剧的场景 我直接上去啊 你还游上去吗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的人数很少 为了维持船身的平衡 工作人员不太让我们随意移动换位置 坐在船上的时候 你更会有一种自己已经成为 乌镇风景一部分的感觉 我们算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搭船的时候并没有下雨 稍微灰蒙的乌镇 有没有更显得失意许多呢 如果每一艘船上都可以多上几盏灯 我想整条水路应该会更美 拍一张跟去有风的地方 刘亦菲一样的pose 下次再去云南跟尔海拍 真正的剧照吧 一下船之后 就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白莲寺 整个西架景区的范围非常大 吃吃喝喝的更是多到不行 但是连续吃到的几项有名小吃 我都觉得非常普通 这个纸是可以吃的 胖胃比较好 也在这个鸡绕是不是 吃比较好吃 我也觉得脂比较好吃 好 接下来是无麻馄饨 大哥 请问一下馄饨台湾是超级的 你是这边特斯的 那你可以告诉我 它跟台湾馄饨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 一样 除了这碗羊肉面 真的非常优秀 让不太吃羊的我 决定让它荣登今晚 乌镇美食之首 还有这个超级古早味的露天电影院 聚集了不少人坐在这里 然后过没多久就抱我了 但是乌镇的失忆 已经没到连下着大雨撑着伞 都不会令你感到愤怒 可其实我的裤管跟鞋子 早已经湿透了 但是能一睹江南烟雨的风采 还是挺迷人的 乌镇来过便未曾离开 我想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 因为太美了 所以一旦到过乌镇 即使人已经离开 心也留在了这里 所以才会说便不曾离开 但对我来说 旅行从未把我的心 留在任何一处 而是我带走这些画面 陪我一起生活 就这样在水路上 摇摇晃晃的哼哼唱唱 也搞不清究竟是船在摇 还是心在晃 身处江南水乡 如果连下着磅礴大雨 都能心如止水 那真相是什么 也许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你这个好